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欧洲南部国家的政治局势跟金融市场才是存在着更大的风险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乌克兰今天就将要举行的选举可能会是终止危机的起点 不过如果被俄罗斯给鼓动 让暴力升温的话 则可能又会引发新一波的动乱 俄罗斯总统普廷他之前否认基辅政府的正当性 不过那礼拜五他反而是一反常态的 首次表示说他将会尊重乌克兰大选的结果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卫报 工党的党魁米勒班呢 他做到提醒说 如果工党明年要确保在国会的席次 那就还有一场仗要打 而且有官员也对米勒班太过重视政策 而忽略了选民对政治的疏离感感到非常的不满 我们下期再见